User,ID跟User,User这个名称其实我们可以改了,改成地标或者是其他的,就是一个ID,一个User,那或者是说第三个你还可以再增加第三个栏位,逗点,第三个栏位,逗点,第四个栏位,那他怎么样资料形态呢,这个是一个Varcha,Varcha是可变的一个,算是资源的一个空间,最大的话就是24,也就是说他里面最多可以放24,不过有个Varcha可变的啦, 那也许超过,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会跳出错误讯息,这个大家可以试试看,如果你地标长度超过24,他有没有办法帮你存超过24呢,正常状况是他会24以后就切掉了,要不然连音色都没办法音色,这等一下可以拆拆看,那后面的话有个Nur的参数,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,如果建立成功的话,会跳出什么讯息,那我们就是要什么,资料库建立成功的讯息, 跳在哪里呢,show result,show result,show result其实就是这个方法,这个方法在底下,最下面的方法,就是show result,那show result实际上就是怎么样,在最下面这个 result,把HTML语法加上他的讯息,把它放在最下面,就是建立成功 OK,那反之的话就建立失败了,理论上应该就跑这个建立成功的,第一步就是建立好资料库,对不对,再来第二步,去什么呢,显示出来,那当然如果你不显示的话,这一行可以不用执行,那怎么样去显示所有资料呢,在底下各位可以看一下,data show, 那data show的话呢,这边多一个字,data show呢,show什么呢,里面如果说不等于空的,表示这个资料是存在的,如果存在的话呢,就把所有的资料怎么样,全部都slate出来,这个语法应该,如果有用过SQL的语言,应该都知道,slate所有from哪个table,就把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抓回来,抓回来之后的话呢, 再帮我怎么样呢,创接,创接用个回圈创接,这个创接语法,刚刚刚很像,就是跟那个,我们那个什么,local storage里面的语法一样,就把所有的东西抓出来,那里面有ID,有username,通通通帮我创接在一起,最后把它show,show在哪里呢,show在那个最下面的地方,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说,我把它重整一下,我们来看一下,基本上,如果这边写好的话, 它就已经可以帮我show,那我来看一下,我们这地方执行的话,当然一定要在浏览器中预览,把它save一下,那这里的话,记得要在这边,那如果说我现在,因为显示所有,因为里面比数是没有,那如果insert,